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的任期 将在明年1月30号届满 马来统治者理事会预料会在10月27号 召开特别会议 领选下一任的元首 根据轮任的制度 苏丹 如佛苏丹 伊布拉辛陛下 将被推选为悉尼任国家元首 陛下已经准备就绪 为国家和子民履行义务 这名苏丹在私底接受本台专访时强调 出任国家元首并不是职位晋升 而是代表马来统治者所承担的责任 不过陛下表示 愿意肩负起这项责任 把人民的福祉摆在第一位 谨记以民为本的精神 国家元首一直在1957年成立之后 有九个州属的统治者轮流出任 每一届的任期是五年 苏丹伊布拉辛陛下在2010年1月23号 继承柔佛王位 成为柔州第25任苏丹 还曾二度担任摄政王 公毅 金清派 公毅 五年 一份 cje 就是